我们都简单说说名字 历史上关于这个的有趣的故事很多 我们没有精力去专门去搞这些 然后也有很多有深意的 还有几个要注意的 首先你当然你要结合会看这个八字 真正看得好 那当然可以参考 缺什么补什么 或者是用什么突出什么 其实很经常都是一个意思 他这个注意一些什么呢 当然男孩起阳性阳刚一点 刚烈一点 女孩呢就是起阴柔一点 但相对的 不要说大刚 就是说刚正不阿 就是特别的那个那种极端的人 那当然他有极端 有特别的缘分 有的时候你就顺其自然 自然就 你要起也是你的命 不起也是你的缘 他有一个相对的范围的 你能改的很有限 第二要注意的呢 就是说 当然你要是这个女孩 如果是特别弱 你就给他起一个强一点 就像过去农村 就是孩子 那就是条件差了 不好养 就起什么狗生啊 连狗都不要生下来的 就是等等啊 是这种 就是好痒 好痒 就是 就是反正怎么就是好死 不是来活着首先 然后第二注意呢 就是那个 这个不要起这个太大的名 与此同时 还有一阴阳了 这个大人物起小名 小人物起大名 这个也是有有有说法 自己去理解啊 为什么要这样 然后就是这个名字 首先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有备份 有用备份 不要跟祖辈相冲 不要字太相近 太相似 然后读音 这个读音很重要 就是评字 评 你看 这是谁 这个是谁 我们都知道 然后就很多人 他就是 就是不要起的拗口 对吧 我们前面也讲的朗朗上口 对吧 那我们就是所谓评字 就是我们不太了解的 但是这个现在这个 普通话音标 然后就是一声二声三声四声 这个平二声 这就是平声 然后那个三声四声 就是去看那看词典啊 我们或者去那个那个自己就是去那个什么 只要你读起来感觉顺 多多读啊 有的包括这个还有要注意的就是这两个字啊 就是尽量有好的寓意 我们都其实都讲 嗯 你要反过来想呢 就是说 就连起来啊 不要是不好的寓意 就行了 就是有的有的说叫什么 恨天高啊 叫什么 这个这个 反正就是比较比较的难的那些什么五老二啊 就是这这些不要不要那个 太太俗的也不好啊 就是什么 那是...都留意吧